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个树洞都来之不易 这是拜卓越的建筑家 卓木鸟的辛勤劳动所赐 这只雌性花冠昼盔西鸟 在今年的繁育期依然选择了自己原来的小家 但有所不同的是 树洞之外负责后勤的忠诚伴侣 已经换作了另一只新鸟 两年前的意外丧偶 并没有磨灭它强韧的生命力 绝大部分雌性犀鸟在洞中只管捕育幼鸟 无暇关注洞外的世界 但这只雌性花冠昼盔西鸟却与众不同 每隔一会儿它便要向洞外张望 将会部伸出洞外 发出询问的信号 只有等到了伴侣的回应 它才会放心地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回树洞之中 久而久之 就连洞中的幼鸟也都学着母亲的样子 将稚嫩的嘴巴伸出洞外 似乎在探查自己还未曾正式谋面过的父亲 尽管开始了新的生活 但过往的经历 却令它对于失去伴侣的恐惧挥之不去 洞外生机勃勃的雨林 也许是危机四伏的险境 忙碌的熊鸟 似乎也觉察到了伴侣的不安 为此 它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 尽量避免自己远离伴侣所在的树洞 如此一来 捕食的压力便会愈发沉重 这时 勃耿尖的喉囊发挥出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它是全家的购物袋 每一次远行捕食 熊鸟都会将自己的喉囊装满 不论是野果 昆虫 还是体型较小的蛙类 都可以被喉囊一股脑打包 成为足够一家三口享用的营养美食 丰富的营养 被熊鸟的聚会 度入伴侣和雏鸟的口中 一同进入树洞的 还有这个全新的家庭之中 产生的爱与羁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